看过楚桥传的蝶纸天眼 再加上秀春刀里的锦衣卫 难免会对那些神出鬼魔的古代特工和间谍们 有所好奇 杀人不犯法 用行一句话 情报能力强大 随时抓你小辫子 管你官位再高 见了 自动挨到尘埃里 还是那个问题 尘有这么神 孙子兵法就有专门篇幕 写间谍 他认为间谍有五种用法 所谓相见内见反见死见生见 一旦用好 就能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无从应对 春秋战国时最耀眼的特工 当属身挂六国相印的苏秦 为报燕昭王之欲之恩 16年卧底齐国 硬声声把这个东方第一强国 推到灭亡的边缘 不过直到曹操这伙出场之前 这些特工间谍都还只是以个人身份活动 曹操出场后 设立的孝氏官可谓是开特工之先河 孝氏官本来是设立在军队中的 辅军都尉 被曹操改造成了自己的耳目 刺举群臣 打击政敌 维护极权统治 清朝学者于正邪在 魁斯存稿孝氏写过 孔戎 村眼 毛戒 被曹操诸杀 都是有孝氏官 暗中挑的事 而汉朝的秀衣玉使 唐朝时的禁奏院 宋朝的皇城寺 乃至古代特务巅峰机构 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 基本都逃不出曹操设计的这个框架 那么在那个没有手枪 手机 哪怕手电筒的年代 这些工作在第一线的特工们 又是怎么武装成 第一配版007的呢 在墨子被血中 就曾记载了 听梦这种原始窃听器的 制造和使用方法 到了宋朝时 孟希比谈 气用里还谈到过一种叫做 使服的多功能窃听器 平日里装剑 侦察师吹气 枕在头下 可听到极力外人骂声 除此以外 传递情报又 凡书这样 利用明凡御水 才会显色的原理 发明的密血树 三朝北蒙汇编中 就曾记载 宋亲宗在开封被围时 下诏后事 就以凡书为诏 如果这都被识破了 别急 还有罚字 七纪光就发明了 作为密电的反切码 利用汉字 不同读音拼写 来构成新的句子 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本 解码书叫做 西餐匠 八音字意变懒 正因这样发达的谍报系统 在万利 抗窝元朝战争中 锦衣卫以压倒性的优势 胜过了日本人者 比如当时的锦衣卫指挥使 使使用 就乔装成商人 混入日本 搜集各类情报 汇编成了 窝情被揽 成为当时 对日战略的第一手资料 他还打入了日军高层 挑拨日本大明内部矛盾 使得日本不得不撤军 可以说在历史重要时刻 这些古代特工 绝不掉链子 比电视剧里 那些动不动 就为情所困的 神多了 只不过像锦衣卫这种机构 被武侠剧 抹得太黑 光彩的地方 根本没机会 闪耀出来罢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黎视频 动力史栏目